我和太太結婚後 她的改變就是依賴多了 當時我生完 衛耶賴通常都是她做的 我就休息多 所以那個月我每天見她 都會覺得一個人瘦 我真的瘦了很多 沈可欣、楊正華 兩位TVB資深藝人 你未必說得出她們的名字 但一定對她們的演出有深刻印象 雖然兩個人相識多年 但直至一起參演劇集 才開始令兩位越走越近 Hello 大家好 這位是我太太 沈可欣 這位是我老公 楊正華 因為我們拍攝《再戰明天》 我們有一場戲要在羅湖監獄裏 我們要做個安全檢查 全世界的演員和幕後 就要很早六點到登記 全部演員 我們就進去裡面等 未必拍我們 可能在拍那些我們也要在這裡等 我剛好 真的你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會說 那麼長時間聊天 打開了的話題 我們在監獄之後 然後我們經常開工 有時我們上班可能遠 我會說 不如車出車入 不如你上班吧 我會多給一些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的 我跟朋友 為我和沈在一起 蛤? 你有沒有害人嗎? 哈哈哈哈 他會這樣 未有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相處是不會吵架的 沒有吵過吵架 但是反而有小朋友 是有一點點意見不同呢 那 都是意見不同呢 不是因為意見而去 吵架的 我試過一個例子 我說完他會生氣的 哈哈哈哈 我走的時候 我就帶他出去 一個球場 呃 到下 我有一個小朋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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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意有他 蹲蹲蹲蹲蹲蹲 然後他跌 他跌 我不扶他 這樣跌了到地上 嘩! 他罵到我 整個球場都聽到 因為他在這裡 立刻留在那裡 嘩! 嚇死我 為何飛了到地上 嘶! 嘩! 嘩! 他罵完之後 我下一個反應就是 不能反駁 他已經插完我了 如果我再反插他 那就糟了 就吵架了 吵架了 那時候他睡嶺 他快高燒 抽筋 暈倒了 休克進了醫院 我想最深刻 就是他開車送他去醫院 途中 他在我旁邊喝喝喝水 那身四肢 坐了幾天 然後就暈了 那一刻我以為 他真的會離開我 當時的反應就是 咬著水瓶 這樣 我心想 糟了 甚麼事 然後再下一秒 他說沒有了知覺 他就拍他 大概十多秒 就聽到我小朋友在那裡哭 那我的心就開始定了 我從未試過這麼害怕 怕得整個人涼 有些發亮的感覺 因為靈魂出竅 那次是 之後就會覺得 甚麼都是身體健康最重要 我跟太太結婚之後 他的改變就是依賴多了 是的 一開始跟他拍拖的時候 他是會比較獨立一點的 就是很多時候 很少的東西 我盡量去遷就他 就是等同於他身頭說 有些東西 說了出來 我盡量去忍 去聽他說 那其實他有他的立場 是對的 是的 那他變 變成甚麼 懶了 懶了一點 一點點 當你找到一個適合的人 你很相信他 有很多事情 作為一個女人 你很想交給他 幫我做的 那時候我生完 衛耶娜 通常都是他做的 是的 我就休息多 所以那個月 我每天見他 都會覺得一個瘦 他真的瘦了很多 他夠肯做的 我就繼續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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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那不錯啊 那我有 你要說麻煩 麻煩 我有 他是一個大好人 他會為他身邊的人 會做到多少 他會很肯去幫人 他對朋友是很好 對家人也是很好 對小朋友 是會擺在第一位 他不會說不理我 但是他 你會見到他個人 是很重情義的 身邊的朋友 就是我們這個家 他都會擺在 很著重的 我首先要很感謝這間公司 我入了這間公司 其實夢寐以求 從小到大都很想在TVB做 是的 然後我進來之後 認識了老婆 又有小朋友 其實這些很緣分的事情 他很慳家 他很沉靜的 沉靜的性格 對 一個沉靜的性格 很抵得了 是的 很老婆 沒有了 哈哈哈哈 難聽些說話 有時候去到爭執的時候 大家爭執完 靜止下來 其實就沒事 第二天又是沒事 一定是這樣的 相處 對 好笑 我覺得我欺負他 看不像 很溫柔 好笑 我覺得我可以再溫柔一點 對他 好笑 非常高